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再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新版龙宫的比赛 当然新版龙宫的比赛那肯定就比较长了嘛 因为短了的话他都玩不出祖师爷上身 祖师爷还没上身呢,还看了个啥 所以比赛比较长 那观众方选择上了一个大藤龙宫的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英镇 那对面就是传统的函丝武装咒诗加魔王 这么一个咒法的阵容 对面虎镇也是被观众方阴振小克了5% 由于没有女儿村 他也没法跟女儿村的阵容去抢速度 所以说干脆开个虎镇 不抢速度了 而且虎镇他是有两个双抗位的嘛 抗击方面其实还不错的 这波观众方把对面咒势补夺 点杀在地 大藤正好有侵蚀 伤害也是比较的爆炸 龙宫这边龙战雨也结束了 如果想开祖师爷的话 怎么着也得把龙战雨也再盖起来才行 那样输出更高嘛 新金脉的话 其实就是延续着一个国标版本的 这么一个方向吧 他是走着一个国标的方向 给大家看一下金脉吧 华生死 零元退口 整个都是加成龙腾的啊 你看他这个点的龙腾造成伤害 提高15% 这个踏浪这个都有的 这个是龙腾击倒目标 或者三层的一个龙害啊 这个是侵蚀技能 这个的二龙系柱击倒召唤兽令你下一个龙腾造成伤害提高100% 这个也是龙腾对于召唤兽和孩子单位的法术暴击倍率增加30% 其实整个金脉啊 他点的和不点的 其实都是跟龙腾挂钩的 点的和不点的 其实都是跟龙腾挂钩的 那这套金脉当时 打造出来的话 其实也就是为了一个什么呢 为了代替神木灵 为了代替神木灵 因为当下依旧是一个国标的版本 这套龙腾金脉出来 其实就是想代替神木灵的一部分作用嘛 但是无奈 感觉加强的不够强 导致了有点不伦不类 单秒能力确实是得到了加强了 但还是不足以让他去取代神木灵 所以他就没机会上场嘛 小嗓 冠杂坊再点 点对面 武装一把金精 打糖直接扫 龙宫这边龙阵月 重新立起来了 花了那么一点点小时间 给大家把 金脉看了一下 但最主要的是还是得看祖师爷上升以后的一个效果 龙腾 八千三 确实是 出了暴击以后 这个单秒有点吓人的 直接来了个八千三 看一下地府手里的灵源 还有一点灵源 可以实现一个双岩场 一把双岩扔出去 冠杂坊直接补地厅 而且祖师爷上升的话 哎 乾隆载渊开启了 祖师爷上升 后边背起了一个龙王 背了个龙王上来 一个无穷大 再加一个秒 把地厅也带走了 看看目标的选择吧 哎呦 这罗汉盖的 关张坊心都碎了呀 有一说一 这罗汉盖出来 关张坊心都碎了 好像这波是对面的 这个孩子 大堂平A了一下 应该是对面 三号位的孩子 先例加上 抗龙龟海 果然是这个孩子 得了 又加到了一波 这边是一层的龙珠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一层的龙珠增加九点法伤 再触发一个侵蚀 这波只能打面上了 那可能是触发到对面的 武装罐或者是 或者是对战方的 化身色身上 点死的那是盘斯 那是盘斯 不是武装罐 刚才口误了 点死的那是盘斯 可能触发到那些 不太好点的人身上的 所以说这波关张坊 选择了侵蚀技能 因为这个 他们是可以看到 触发在谁身上的 咱们看不见 看录像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但是他们打PK的时候 是可以看得见的 那倒地的是盘斯 不是盘斯 小死亡在连对面的魔王 这波难道是魔王身上 触发了 这还得去分析啊 还得分析 盘扫千军 直接给切掉了 直接给切掉了 这也比较麻烦 康龙龟还下滑了 那这样 现在就跌到一层的龙珠啊 就加九点发烧 但还有一次机会 还有一次机会 保护神佑的都不算了 神佑的也不算 必须得弄死 效力再给武装 一把无魂扔过来 继续给效力 对面人无魂 先例加上 看一下这波是谁 这波是对面 四号位的宝宝 那观察方又得到了 一颗龙珠 那现在就是两层的龙珠 加到九十九点了 发生 加到一个九十九点的话 九十九点的话 将就着用嘛 也不错了 九十九点也还行嘛 聊是云武嘛 铁虎保一下龙弓 主要是刚才那把罗恨盖出来 估计把观察方 头都盖大了 一把平 摸倒地 龙弓直接开卷 秒到宝宝身上四千两千 呀还不错啊 秒宝宝还是蛮疼的 主要是这套金脉 他玩的是龙腾 他玩的不是龙卷 玩的是龙腾 其实这个就有 有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背离了 你说龙弓厉害的是什么 是龙卷 他其实的特点就很明确 我就是个秒七的发戏 但这套金脉 走的是一个龙腾金脉 感觉有点背离龙弓的强项 明明厉害的是面伤 最后加强的是龙腾 搞得 搞得这龙卷雨季 很尴尬呀 继续造龙战 要不说有的时候就整的这种 不伦不累的 比较麻烦 是龙却 G.G. 在斩对面的化身寺 卡克大金 先例加上 龙腾再来 再来个紫星 但这没点死啊 因为这个经脉 它是没有抗弩龟海的 除了祖师爷上升那四个回合 是有一个无CD的 抗弩龟海 其他情况下 它是没有这个技能的 就不存在了 没场比赛 就那四次 就那四次抗弩 然后就没了 可能等到明年四月份吧 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优化吧 这个确实 比较尴尬 继续横扫 清军 再压对面的化身寺 刚好有青石嘛 对面卡雷乌龙丹 但身上还有一个大死亡 这个舔过去 好像这波又没点死 比较的尴尬 又没点死 五回合的一个大死亡 对面化身寺 也是惊出一身冷汗了 这玩意儿它老针对我 惊出一身冷汗 反正活着啊 还活着 紧箍咒套起来 再把关掉方 这边的 但是我感觉群秒不错呀 这又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群秒确实不错啊 但你毕竟是个国标这种 你还得兼顾着一个点杀 有很多小反说 99低法身怎么说呢 有一说呀 就从输出的角度讲 也不算低 咱们就从输出的角度讲 一点灵力换一点法身嘛 这个梦幻精灵都可以 跟大家说的啊 一点灵力换一点法身 99点法身 你看你 一级的舍利子 是6点灵力吗 舍利子6点灵力 16级的也才加96点 你就16段的 16段的舍利子才加96点 所以说 感觉还不错的 99点法身 你就从输出的角度来讲 也相当于你多打了16段宝石呢 也不算太差吧 多打了16段了 那差别很大的 别人项链 16段 你项链32段 这区别不就出来了 舍利子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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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吧 别算错了 龙宫继续卷起来 9900 宝宝有点受不了了 化身寺现在也没了 对面的恢复 是严重有点跟不上的呀 再来一把青蛇 咱得接着打面伤 龙宫的青蛇的话 就是你的血量越低 它提高的 把伤就越高 小脸藏藏再给 不过这几次点杀的话 就小死亡欠点意思 别的都还凑合吧 对面开始上天地了 天地没毛病 对面又不是什么大逃魔王嘛 拉起来就能秒了 上天地没毛病 9500 孩子 倒地 整体的面伤 还是挺给劲的 继续笑 那9点法伤 是真没啥用 这咱有一个说 也9点法伤 是真没啥用 对面换地厅 但是龙宫秒过去的话 这个地厅能不能活下来 以关键方对宝宝的一个伤害 这地厅很难活得下去 除非关键方没秒 秒了 这地厅就没了 还随到了 那没秒死 不是你说他高吧 他能秒九千 你说他低吧 他连个地厅也秒不死 你这玩意儿防不了地厅 防不了地厅 小承诺观察方 还是想继续杀对面的化成死 这回上剧剑了呗 对面继续扔武魂 杨六甘露 拉起魔王 继续上剧剑 上一手剧剑 上剧剑 在啥 华生寺 华生寺是推拿过的 他现在没人心 只要 不舔过去 没有舔龙腾 三剑四 直接把华生寺送走 那打到现在对面 基本没了 你这回可是没人心的呀 一点人心都没有 华生寺手里 还有六点灵源 这都憋在家里了 看下地府 地府手里 还有一点灵源的延长 再延长延长 这种无魂是 毫无意义的 怎么说呢 你得扔中他四回合的法宝 这就有点 有点不太现实了 对面 对面那个 华生寺是有 四回合的小手吗 现挂的小手 四回合 除去当前回合 四回合小手 你扔中一次不算 得每回都能扔中 四回合 有点 有点厉害 再来一波青蛇 小色王 嗯 这个应该挂的谁 挂的魔王 可能是 再捐你 再扣 再扣 扣 延长送出去 2600 切個炸 殘塔 倒地 殘神先請解開封印 因為他們也沒那麼多的地廳 有一說一啊就是 在某些分數段 地廳也沒那麼多 就是他們帶尺子也好 帶戰狸也好 有點就夠用 不用每個人都帶 你就像豪門他們打PK 戰狸 尺子 反正這兩個任選其一 每個人總得有 都得有 小嫂再掛再點魔王 這停不了場 你看這個廢店 主要這些隱神寶寶關的方 要不打個鬼眼試試 才幹掉 魔王繼續倒地 打個鬼眼 無字經 扔過去 小嫂還是要點 不打鬼眼 大堂又幹將 足以把盤絲送走了 不過沒有化成色的情況下 沒中小嫂也能接受 反正你倒地了 你上限是回不上去的嘛 化成色 看一下 還剩下最後一回合 下個回合化成色也可以站起來 但站起來也沒有任何的意義 橘 已經不在了 有於說一對兩方把 怪男方消耗的也夠慘 整體算下來 怪男方可能這邊的藥品 比對面的都要少 對面如果再堅持堅持 輸的可能就是怪男方 堅持不下去了 怪男方藥品不多了 藥品不多了 二龍卸出沒有打飛寶寶 打飛寶寶的話 咱們剛才看過金脈啊 他是有一個傷害加成的 應該是倍率吧 法術暴擊的傷害倍率加成 小嫂再點化身就化身死啊 這場比賽可糟得癢了 3.0元的推 應該是7.0元的推 7.0元的推 9000多 就是沒什麼上限 先例加上 上巨劍 本來沒有去掃啊 還是選擇上的巨劍 而且給的是一把群秒 沒有給單秒 寶寶寶寶寶寶還沒跟 寶寶還沒跟上 嗯 不過下回合有移速啊 還可以補不到 得了 這個回合就給吹死了 不用下個回合 沒有化身死啊 沒有化身死 局已經不在了 蒼泥玄宇 對張風自殺 化身死再一次倒地 也身上對面 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了 就最後就加了兩點 兩層的龍珠 99點的化身 嗯 將就著用吧 在校裡啊 嗯 藏麟血緣 掰掰